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当我们恐惧时 我们可以依靠什么呢 创世纪第15章 让我们看到 神与亚伯兰立约 各位记得上一章 亚伯兰去征战 得胜了王 并且把好多的财物 夺回的时候 他会不会担心害怕这些王 借机报复 而攻击他呢 于是神在这个时刻 向他显现 神说不要怕 我是你的盾牌 我必大大的赏赐 神不但要保护我们 并且赐下丰富的恩典 亚伯兰回应是 我没有孩子 还赐我什么呢 我家中的仆人 来承受神的祝福吧 神说不不不 要你亲身的后裔 才是你的子孙 才能够承受祝福 并且你后裔要多如天上的心 亚伯兰这时已经年迈了 但是他相信神的话 神经上说 他信神 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因信成义 这是新约 重要罗马书雅各书 让我们看见的 而从亚伯兰身上让我们看到 他并没有看到后裔 他相信神的话 神就大大的赏赐 后裔 不但有后代 并且有应许之地 神说我是夜华 领你 诸吾尔 进到这个地 要赐给你这地 亚伯兰说 我怎么样知道 可以承受此地为宴呢 神吩咐他 去母牛 母羊 除鸽 扳酒 他取来 披身两半 而有鸟 下落 要在这死处的肉上 亚伯兰就把他们赶走 保持基无的圣洁 而接下来 日落 亚伯兰沉睡大黑暗降下的时候 神应许 亚伯兰后裔将来要寄居别的地 服侍那地 四百年被苦待 而神要新发那地 第四代要出来 而且带着财物丰富的出来 而亚伯兰自己要享受数 平安的归到列祖的身上 接下来 日落天黑烟与火把 从肉巾国代表神越纳 亚伯兰的祭物 神与亚伯兰立约 赐下这个地 从埃及海到 尤巴拉底河 这些外邦民族 住在其中的地 神赐给亚伯拉罕 这篇经文让我们看到 神是及时安慰 怜悯鼓励的神 神不但安慰我们 更给我们丰富的后代 愿我们我们属灵的子孙 大大的蒙恩 并且我们看见 这应许之地神赐下的 离开吾尔 进到应许之地 接下来 四百年要离开埃及 进入应许之地 神也让我们看见 在地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短暂的 天上的家乡 是我们真正的盼望 我们来祷告 主让我们看见 你给我们的约 是何等的美 让我们因信 诚意 进入神的约 得着神的丰富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